身材1公斤的牛肉呢 大概會產生36.4公斤的二氧化碳 是 因為飲食所造成的二氧化碳 大概是1500公斤 哇 那相對於這個素食的人呢 他一年大概是產生了430公斤 所以兩者平均相差到 各位全球帶來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歡迎收看核心協力救地球 我是郎祖宇 還記得我們小的時候 上學的時候 學校的老師都會規定 我們要教抹布 然後我們小的時候 抹布都是媽媽自己做的 用一些已經不能再穿的 不服使用黏脂材料的內衣 或者是運動衣 把它一層一層地疊起來 然後車成一塊一塊的抹布 不但是耐用又吸水 可是後來漸漸地 很多的媽媽開始 比較不會做家事了 或者是因為是家庭主婦 比較忙碌了 開始市場上就生產這一些 孩童們必須要帶到 學校去的抹布 可是如果說您現在是在家裡 然後家裡也有這一些 你可能穿不了的衣物 它同時很吸水的話 不妨你也可以隨手 把它做成抹布 這樣的話你就少掉了 這個像對外購買 也少掉了一些浪費 不曉得您覺得這個主意如何呢 這樣是不是比較環保 而且也可以增進了 親子之間的情感 來介紹我們今天參加的 這幾位都是年輕人 來歡迎我們的台北地球人隊 隨手做環保 一起救地球 我們是台北地球人 今天的地球守護者 是具有環保好習慣的大學生 平常除了隨手做環保 也會一起討論環境議題 對於拯救地球 相信他們都有很大的責任感 這麼愛護地球的他們 究竟今天能否成功守護地球呢 你們平常最喜歡做的 一些環保的動作有沒有 還是你們看過同學 做過最好的最感動的例子 拿出來我們聽聽看 多戴環保袋吧 戴環保袋 對啊 出去的時候 就逛街都可以用 而且也方便 也方便 逛街啦 或者是臨時想要買一點 多一點的東西的時候 都蠻好用的 戴環保杯 戴環保杯 會拿洗衣水拿來沖馬桶 洗衣水拿來沖馬桶 這個還不錯 資源回收 然後回收一些紙類 跟鋁箔紙之類的 還有鋁箔包 把它通通分開 對不對 對 好 謝謝 我們其實從年輕的一代做起 我們的未來 都會給大家更美好的 一個生活的空間跟環境的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專家 王仁中 王老師 王仁中 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專務部副理 以居家節能為輔導 對於如何過個節能率生活 今天他會為我們一一解答 那我們來講一下我們的規則了 節目分成三個階段 然後第一個階段的問答題 然後每一個人都可以 從九宮格裡面 有八個主題 逐一的回答 雖然說你們不知道 彼此的答案 可是還是要核心協力 心電感應 然後達到最好的分數 因為如果分數的積分不足 就會有人要先離開到加油區 一定要把持到一個一個都不能少的精神 第一單元 分成八大主題 即一題地球守護題 四人輪流隨機選擇六題 各自計分 總分將決定離開隊伍人數 到加油區等待救援 核心協力好不好 好 加油了 地球科學出什麼題目 反除動物在消化過程中 會產生哪一種溫室氣體 1.二氧化碳 2.甲烷 3.氧化亞旦 4.一氧化碳 這個議題經常在很多的新聞都會出現 請作答 好 出現了三種不一樣的答案 那到底這一些反除動物會排出什麼呢 答案是 2.甲烷 甲烷 對 它其實是最大的殺手 我們來問問看 甲烷對環境有什麼影響呢 根據聯合國農糧組織的一個調查 就是畜牧業它所產生的溫室氣體 相當於占全人類活動所排放溫室氣體的18% 就它們就18%了 是 是 是 牛因為牠在這個消化過程當中 會產出這個甲烷 那麼甲烷它在溫室氣體的前世上面 相當於二氧化碳的21到25倍 這種反除性的一個動物 基本上消化過程都會產生甲烷 那尤其是像牛一樣 那牛又特別特別多 因為牠體積比較大 是 是 是 剛剛這一題沒有說全部的人都答對 但是不要緊 我相信有你們擅長的環境污染出什麼題目呢 下列哪一條河川 應受到廢物金回收及燃燒等污染 曾是台灣污染最嚴重的河川 1. 基隆河 2. 二人溪 3. 刀瓶溪 4. 大爪溪 聽 作答 到底誰會是對的呢 我們這一條被污染的是哪一條河呢 2. 二人溪 這題全部沒有答對 二人溪中有流域 在1970年代以後至2000年代初期 是專門處理廢物金回收 與提煉的工廠聚集地 被廢物金工業廢水污染了30多年的二人溪 是台灣污染最嚴重的河川之一 我們也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個照片裡面就是看到它污染的情形 尤其是兩邊堆積了非常多廢棄的電路板 還有很多電子的用品 甚至也有一些有酸性物質的這些化學物質 也都排放到這條溪裡面 所以它的污染非常非常的嚴重 好 接下來綠色能源出什麼題目呢 哪個國家的風力發電產業 占世界市場比重高達15% 1. 中國 2. 德國 3. 美國 4. 南韓 像這麼厲害的一定是我們心目中高科技的國家 請作答 來 請看 2. 德國 2012年 德國風力產業裝置製造商 營業額共計63億歐元 其中27億歐元來自德國境內 其他的則透過在德國以外地區建設所得 因此德國風力發電產業占世界市場比重高達15% 全世界它的風力發電的市場是占15% 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要聽清楚我們的題目 來 自然生態 好 請出題 自然生態題 向列合著為台灣一級保育類動物 1. 百步蛇 2. 台灣黑熊 3. 台灣迷猴 4. 以上皆是 大家都喜歡看外國熊 那我們的呢 請作答 好 答案通通選2 是2嗎 2. 台灣黑熊 我告訴各位 台灣黑熊目前呢 是我們的一級保育類的動物 因為牠當然目前剩下不到200頭 那麼這個百步蛇跟台灣迷猴分數 第二跟第三 那曾經我也有這個 鄒族的朋友開玩笑 他說那個台灣迷猴大家都在保育 可是我覺得我們比較需要保育 我問他為什麼 那台灣迷猴還有5000多隻 我們鄒族只剩下4000多個 很可愛 他們認為他們需要保育 但事實上台灣真的是寶島 有這麼多豐沛的物種跟資源 可是大家在看這個遺亞的時候 不要忘了 我們實在要做好我們的山林 跟很多環境的保護 台灣黑熊才是我們真正的 要好好地保育它 來 綠色科技 來 出什麼題目呢 綠色科技題 哪個國家的汽車工業生產車 是以氫電池為動力 充電只需三分鐘 就可跑500公里 一 韓國 二 台灣 三 日本 四 新加坡 請作答 請作答 這個階段還是出現了不同的意見 所以到底是哪個國家呢 三 日本 是的 日本某汽車展展出充滿未來感的概念電動車 以氫電池為動力 充電只需三分鐘 充滿電後 可跑500公里 而且呢 它的這個電池 如果在緊急狀況的時候 還可以供應這個房屋用電達一周 如果說你看 比方說像日本也是一個多地震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震一震 結果大家電力全部都停了 雖然沒有造成其他的傷害 可是我可能需要用電 緊急修復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一個電動車所 它的電池來維持家裡面的用電 有一周這麼長的時間 真的非常的厲害 好 最後一個主題了 我們就來到了我們的環境與建築了 好 現在我們請出題 環境與建築題 項鍊哪個社區因為建築節能及改造 成為碳中和社區 一 英國的貝丁頓 二 瑞典的韦克社 三 德國的福班區 四 以上街市 請作答 一 二 三 四都出現了 總會有一個人是對的 來 我們的答案是 四 以上街市 以上街市 這幾個區都是所謂的碳中和社區 什麼叫做碳中和社區 它有點像酸鹼中和的味道 是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低碳社區 那麼它的意思就是說 在此一個社區裡面 它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除了能夠盡量降到最低之外呢 盡可能去透過植樹造林 這樣的一個碳權 來使得綜合它的一個碳排放 達到零碳排放的一個目標 好 各位 你們都是明日的 未來的中流砥柱啊 我們未來的這個環保概念啊 環保計畫都要靠你們去宣導 也要靠你們去執行了 好嗎 那沒關係 我們來看看這個階段的分數 看看到底留下了多少人呢 來 我們來看大家的分數 一分 兩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有一個人留下來了 六分 七分 八分 九分 有沒有兩個 十分 有 有兩位了 十一 十二 再來 十三 再來十四 有沒有三個 十五有三位了 十六 還有沒有 十六 分數也算非常的高 蠻緊張的對不對 好 核心協力呢 就是要趕快把自己留下來 但是很遺憾的是 我們有一位必須要離開我們 到加油區了 那我們來看看個別的分數 我們第一位的張同學呢 拿到了五分 第二位的地球守護者也是五分 第三位拿到了四分 第四位很遺憾只有兩分 要先請你離開我們大家去加油區 為大家加油 台北地球人隊在第一單元問答題中 留下了三位隊員 成績較低的黃同學 先行到加油區為他們加油 面對接下來的兩個單元 留下的三位隊員 能否順利得到地球先生幫忙的機會呢 好 地球先生幫幫忙 地球先生能不能幫上忙呢 就看各位能不能答對這一題囉 如果答對的話 你們就有一個全力救回你的隊友 我們來看看這一題的題目是什麼 項鍊哪種料理的碳排放量較少 一 酥炸豆腐 二 蘆筍絲 三 清炒四季豆 四 香煎麻油模糊 好 請作答 第四 對嗎 四 香煎麻油模糊 答對了 恭喜 你們可以使用地球先生的權力 已經拿到了 為什麼一開始的時候 不會做飯對不對張懷 不會 完全不懂對不對 不會 烹調的方式會影響太賣放的 不多寡嗎 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結果 烹調方式的確會影響太賣排放結果 那我們來比較中式的 西式的還有日式的一個傳統菜肴 會發現這個中式的快炒 比熬上要45分鐘的排檔量要來的低 另外有兩種是使用到電力 因為電力它是經由很複雜的能源轉換 才得到最後我們乾淨的這個電力 使用電力來加熱 跟我們用瓦斯直接燃燒加熱 事實上瓦斯直接燃燒加熱 要來的有效率也不要低谈 好 我們現在就要進行 我們的VCR的題目了影片題 只要答錯就會有一位被請到加油區 所以如果兩題都答錯 就只會剩一個人留在現場 那當然地球先生就可以發揮效用了 好 加油囉 題目跟答案都在影片裡 馬來西亞亞比慈濟社會教育 中心烹飲課 透過老師的巧思 將淨絲產品的香雞飯搖身一遍 充了餐桌上美妙的食物 更呈現了富含營養的淨絲天然食品 的多樣化 學員們充滿驚喜之餘 也開啟了創意素食的想法 我之前用過就是普通的這樣 用當普通的美妙麵 普通的這種快熟飯來用 今天就是 原來這個飯可以通過我們的想法 可以煮成這樣美妙的食物 就很開心 通過老師給的那個想法 自己又有 我就從這個技術上 我又可以變化了 就是把那個腦筋開啟了 自己那個可以創作的那個腦筋 有了好食材 加上簡單營養的烹飪方法 吃素一點都不難 今天又給我一個驚喜 就是那個飯又可以加住那個蛋糕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吃食 沒有這麼難 因為如果好像沒有來上課 可能我們會覺得蠻辛苦的 根據國民健康局表示 一位素食者一年的減碳量 也相當於幫地球種了82棵樹 吃一餐素 不僅能減輕身體的負擔 也達到減碳響應環保的效果 好 希望大家都有仔細聽仔細看 題目就從影片出來 現在我們來進行第一題 好 請把它用答案板寫下來 妳看到的是什麼 是飯還是麵 妳看到的是飯 是香雞 好 他們的答案是 香雞飯 對還是錯 答對了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解答 馬來西亞亞比茨記 社會教育推廣中心烹韵客 透過老師的巧思 將禁絲產品的香雞飯 搖身一變 沖了餐桌上美妙的食物 好 搖身一變 發揮巧思 就變成餐桌上美味的壽司了 看得很清楚 來看看第二題 一位素食者 一年的減碳量 相當於幫助地球 種多少顆樹 好 多少顆 82顆 對 還是錯 答對了 恭喜 來看看我們的解答 根據國民健康局表示 一位素食者 一年的減碳量 也相當於幫地球 種了82顆樹 那麼吃素 到底能夠達到多少減碳的效果 我們請教一下王老師 根據日本的一項調查結果 生產一公斤的牛肉 大概會產生36.4公斤的二氧化碳 是 那麼一個以肉食為主的人 他一年平均因為飲食 所產生造成的二氧化碳 大概是1500公斤 那相對於這個素食的人 他一年大概是產生了430公斤 所以兩者平均相差到三倍 我們要去生產1公斤的牛肉 我們要投入8公斤的一個服務 那麼要生產1公斤的豬肉 就要投入3公斤的服務跟飼料 是 所以我們少吃肉相對的 就可以減少這些服務的一個消耗 是 那這個吃素對人是很好的 清新寡慾之外 那平均一個人吃素一天 他可以減少4.1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 這個量相當於說 180顆到360顆這個素 它的一天的二氧化碳的一個吸附量 是 那麼我們吃素一年 就是幾乎我們家庭裡面 一年的這個用水用電 滑溼 就省下來了 是 接下來的十座題 各位就可以討論 要怎麼樣使用我們的地球先生 來幫忙囉 我們來進行十座題 當然人越多越好 所以現在三位 要做四個人的事情 看你們怎麼決定囉 十座題 十座題 但是現在就要先問問三位 你們要不要請地球先生來幫忙 救回你的隊友呢 要 要 恭喜黃同學 你可以回到我們的隊上 一起來核心協議了 Yeah K5 Yeah 很好 那現在接下來我們就要看看 我們的十座題是 節能烹調 我最會 請守護者們從以下烹煮順序中 依序填入最低碳的烹調方法 依場上守護者人數 可請專家刪除與人數相應的選項 全部答對 即可使天空變為藍天白雲呢 那我們就要開始問問題了 煮飯前先要 泡米插插頭 還是洗米可以達到省時省電 要不要用刪去法 要 我們請專家來幫我們刪去其中一個項目 插插頭不會省時省電 那就把它刪去吧 剩下兩個項目請選擇 好 它的選擇是泡米 好 先煮飯前先泡米 可以達到省時省電 並且選用加工食品 還是當地食材 還是進口食品 請第二位來做選擇 並且選用當地食材 還要以什麼為主 它的烹調方法 肉類還是魚類還是青菜 以青菜類為主 其烹調方法你可以使用什麼呢 用煎的 用炸的 還是水煮的方式 用水煮的方式 如果要連續出菜的話 口味會由重到蛋 還是從蛋到重來減少洗鍋水 和重新熱鍋的瓦斯費 要用刪去法嗎 要 專家我們要刪掉哪一個呢 重到蛋刪掉 重到蛋刪掉 好 請把它放到我們的答案裡面 OK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 從一題一題的我們來解答了 泡米可以達到省時省電 答案是對的嗎 答對了 好 並且我們要選用的是 當地食材是對的嗎 你答對了 當地食材 而且要選擇 以什麼樣類型的為主呢 來通調 答對了 好 請出菜 通調的方式呢 他們的答案是水煮的 水煮答對了 好 最後一題從蛋到重 來減少洗鍋水和重新熱鍋的瓦斯費 對不對呢 答對了 恭喜 這個階段呢 所有的分數通通都拿下來了 而且大家一起來感受一下 藍天白雲 真的 謝謝你們的努力喔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專家了 什麼叫做低碳飲食呢 他就是在鼓勵我們民眾 多多採用在地當季租國跟食材 減少肉類的一個攝取量 尤其是食物 它是在製造啦 加工的過程當中 它的排放的二氧化碳 這跟這個 它在運送過程的一個相比上來講 又很多又很大 等下這個加起來 都是很重要 不可忽視 那不浪費食物也就是說 誰知盤中孫 歷歷皆辛苦 愛惜食物 選用我們在地的食物 恭喜各位不但你們的人緣 救援成功也讓我們變成 藍天白雲 謝謝 謝謝 台北地球人隊 在今天的第一單元問答題中 很可惜失去了一位隊員 但是在接下來的第二單元影片題中 保住了全隊 並在第三單元實作題中 使用地球先生幫忙的機會 把黃同學救回來 並且順利過關 成功守護地球 好 來 各位呢 你們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要謝謝你們 讓我們變成藍天白雲 所以我們製作單位 除了要製造你們環保鋪滿之外 還要送給各位呢 經典雜誌一年份 讓大家好好的去補充你們的知識跟學識囉 現在我們就要請我們的 王仁中王老師來為我們頒贈環保的鋪滿 來 麻煩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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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謝謝 好 各位 你要記得把所下來的水電資源 存在這個鋪滿裡面 存來了以後 希望你們可以把它 自動給智力環保的單位 或是機構 讓我們大家一起來 永續地做好環保的置業 非常謝謝王老師 然後也謝謝各位同學 好 當然各位朋友 如果你也想來挑戰一下 你的環保嘗試挑戰一下 你到底了不了解現在環保 應該要做什麼 我們應該為地球盡什麼力 也歡迎大家四個人組隊 就可以來報名參加了 公司航號 同學 老師學生 或是家長帶的孩子們 一起來體驗 都歡迎來到節目當中 非常謝謝四位 謝謝老師 也謝謝各位的收看 也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